嗨 現場美女朋友們 還有各位貴賓 大家好 我是馬爾 貴賓 嗨 馬爾提好 那個六月的時候其實真的稍微有一點點殘練 真的那個時候沒有辦法 但現在 現在怎麼樣 事情狀況其實都 那個 現在已經跑非常多了 基本上完全康復了 不能做太劇烈的運動之外 其實都還好 然後也真的要謝謝坎哥的朋友們的體諒 我真的非常期待能夠回來參加這一場活動了 但是沒辦法 因為拍戲 肋骨斷了 真的 謝謝您的包容 但還是要把身體養好 不管是最重要 不管是對於我們的公司也好 是我們的靈魂 靈魂我們也好 是的 但是其實我們也知道 就像我剛剛說的 最近的你真的辛苦 真的是談非兩地 好好好 而且是南半球跟北半球好 因為我們知道 也是為了戲劇的作品對不對 然後去到了地球的最美觀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的 最近因為拍攝一部電影 必須到南極去取景 但是我OK 我沒有問題 然後是一個 沒有難得的經驗嘛 尤其跟小東跟我們之間的互動 對啊 那很多人都在講說 剛剛其實我們私底下也在談 其實說去到了南極 不只是天上會有太陽照相 地上也會有對不對 太陽幫它反射給它打上來 沒有變黑的東西 最棒 最棒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現在的南極 因為南北 南半球跟北半球的關係 是夏天沒有錯嘛 對不對 可是我相信以你的工作的行程來說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一樣 真的去到了南極 也都不知道現在到底是幾天啊 或是怎麼樣 真的是 而且不管是南極也好 世界上各個不同的城市也好 我相信應該有新的作品也都是 所以伴隨在你的左右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的 錯亂這個詞用得非常好 在那邊呢 不只時間錯亂 你遠遠不知道這幾月幾號 然後因為白天時間非常的忙 我們在的時候大概平均18、19個小時 18、19個小時 對 所以你在外面工作一整天回來 好像你還沒有出工一樣 覺得有點錯亂 對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待長的話 甚至精神都會有一點點錯亂 因為什麼都沒有 白黃黃的一片 然後 是 所以說其實我現在的功能呢 如果我當時有把它帶下去的話 其實我會更清楚地知道 我到底在什麼時間 對 因為 對啊 我在想在南極 尤其是比較常說有夜有夜 那麼樣的這個日常夜短的環境之下 最怕聽到劇組說 今天拍到太陽下山就好 對不對 聽到這一句話也聽到 永遠不下山 對 所以一定要對不對 配戴好要隨時抓準好自己的時間 同時 其實因為這一次的我們剛剛也有 講到我們的本部長也有跟我們分享 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的這個Hybrid 全新的功能 不管是透過了電波的方式 比如說去到南極就是用電波 比如說去到南極要用GPS 要用GPS的功能 衛星定位的方式 或者是電波的方式 不管是大的程式也好 實際上各不同的角落也好 室內室外都抓得到 所以我跟你講 以後真的是 一定要待在身邊的 對 因為必須知道時間 其實我覺得它除了外觀好看 它的功能非常實用 就是一個 真的最大的一個優勢 像我們這種 常常來往於世界各地的 其實我真的有時候會非常地 會做到很難 混淆我真的不知道幾月幾號 然後應該怎麼調我的時間 那這邊呢它會自動的 對 校正時間 然後每個小時會檢測一次 那如果你在室內的話 其實你只要按一個簡單的按鈕 它就可以告訴你 通過GPS告訴你 當地的時間跟 夏令 冬令的時間 都會幫你算命去 對 真的非常方便 對 尤其是有些不同的 特別是國外的情勢 夏令時間 冬令時間 往往都搞不下去 其實說實在的話 我站在Mark的旁邊 真的不斷地被你的藍光給醒到 因為真的 碰上出來 對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問問看 Mark好像也是 剛剛也是把玩了許久 對不對 你的萬表的作品 同樣的 待會兒我們可以 請這個Mark來示範一下 幫我所說的對不對 一個按鈕就可以 然後叫兩個不同的時間 好嗎 我為你這一點 明明極度描述 感谢观看